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这场比赛 谭晓峰还是非常期待的 这也有点复仇的意思 在谭晓峰看来对手的打法非常灵活 上次输掉比赛 我问他为什么 他说是因为跟着对手的节奏走了 所以说整场比赛打的都不是很顺 这场比赛要发挥的更稳健一些 不要跟着对手对对手走 但我觉得 谭晓峰的优势是带来进去的组合拳 所以我们看谭晓峰一直在往里面压 往里面逼 想进去 是的 伊斯兰的也是在拉开距离 我们看不断后撤了 不但出一些腿法的一些主节 搭档这个董江涛老师眼光确实非常独到 谭晓峰确实是拳法上比较出色 他这场比赛也是想用自己的拳法 来克制住伊斯兰的一些技巧 每一次东西跟运动员在赛前的沟通比较多 他我们可能已经事前给你 这个透露了自己的这场比赛的具体打法和战术安排 是的 好 谭晓峰正在积蓄力量找动机 漂亮 哇塞一拳重机 你看看 基辅这个力量很大 谭晓峰的一个最关键的问题是要合适的在赌 哇 一个震荡 避开对手的赌截要合适的能够非常果断的能够进得去深才行 是啊 谭晓峰一直抓这个时机 其实但是对手的防守也相当严密 这个时机并不好抓 所以就会出现场上我们看到有一段一段的不当 哇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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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是来寒编 Unde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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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каче品素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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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太阳风还是要往前走 因为我们知道进去之后 即使自己的动作不能够有效发挥 也会造成伊斯兰这种 也会造成伊斯兰这种搂抱 那这样情况多的话 可能会给他出示黄牌 刚刚伊斯兰把太阳风 甩掉了没什么之外 对 而且但是他第一时间停住了动作 还是非常有道德的一个运动员 这是一个运动员的一个非常好的职业树养 前面高手啊 还好台小峰的拳法比较卓越 而且报价比较严密 不然的话伊斯兰频频的高扫 估计要KO台小峰的危险 后手的追击啊 很危险 台湖还是想打组合拳 但是往往总是打出两拳之后 就会跟对手抱在一起 伊斯兰对于台小峰的这个组合拳进攻啊 我们会采取一种方式低头埋身 这样的话也很容易造成双方搂在一起 那么我觉得台小峰在出组合拳的时候 应该换一种方式 哇 这一次高扫被台小峰接住 这个伊斯兰兰每次高扫都会绕过翻过台小峰 这个防守这个拳套的拳风啊 但是台小峰对于自己的防守 特别自信 好 漂亮 低扫 双方的战胜安排从第一回合到第三回合 还是没变 哦 这高扫第二招高扫 哇 这个轮跪那圈啊 速度很快 是非常完美的一个弧线 哇 一个飞溪把他撞倒 这个反击太巧妙了 有点类似于我们散打的 这个躲避之后的一个反击 台小峰不要跟他走这个距离 这个距离是吃亏的 一定要贴紧对手 连住对手 不要在这种距离去挡 对 打一个中近距离 发挥自己组合拳 他对于台小峰的组合拳 还是十分忌惮的 漂亮 今天台小峰的教练袁磊先生 并没有来场内指导 这个台小峰是 好像失掉了这个场下的支持一样 这个表现有点不特别好 在这个时候正需要一个坚定有力的一个依赖队 这个时候可能是战术上稍微做一些改变 整个局面会打不一样 是的 台小峰从这个拳法的力道上和动作上都非常非常卓越非常不错 对的 因为我们看现在台小峰这个情况是有可能改变一些战术 去改变现在这个局势的 因为有一些拳手的一些情况 因为水平相差太多 你跟他说再多的一些战术安排可能 但是台小峰这样的选手有强大的这个泰拳的基础 实战经验也比较丰富 所以 最关键是就目前双方这个技术的特点来说 他是很有这个可能的 所以缺稍加的知道 抓住机会 比赛的时间不多了一定要进去 现在对手也是在有意的跟太阳皇保持一个中心的距离 前手刺拳和扫腿呀都可以得到分数 都可以得到优势 分开这级高扫角度很刁钻啊 扫踢完之后转身摆拳 比赛只有10秒钟 把震灯转身摆拳 连续的进攻动作 等兵订中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